那么从现在呢是截止到11点 已经是强的这个降水回波已经是到达了河北的保定地区 那么截止到11点已经是河北的中南部地区已经是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 多站已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的这个累积量比较大的一个降雨量 那么从我们目前的一个最新判断呢还是考虑在今天的中午到今天到13号的早晨 会有一次北京地区的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 那么局地会达到大暴雨的这么一个程度 目前呢依然考虑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的沿山这一带可能会出现比较个别点局地比较大的一个降雨 那么考虑是在局地个别点最大能够达到200毫米以上 所以是不排除出现极端降水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今天的下午到夜间这一段时间 考虑最大小时雨墙是80到100毫米每小时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主要的降水时段是不排除出现这个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大风的这种可能性 从我们目前的这个实况的推断呢是 降降水的回波大概是40公里每小时这么一个情况 按照目前的这个速度推的话应该是在今天13点到14点 这个降水回波将会影响北京的南部地区 那目前呢北京地区呢是处在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也是我们北京地区呢也是发布了山洪和地址灾害的预警 也是请大家还是在要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和暴雨天气 对交通出行以及城市运行的影响 尤其是要避免前往这种山区及切山区 有可能造成山洪泥湿流等这种危险的一些隐患地区